近日,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 提出要将抑郁症纳入体检项目,引发网友关注 中心社记者采访北京回龙冠医院党委书记杨福德 对这一方案作出解读 杨福德告诉记者,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数据 抑郁症在中国的终身患病率达到6.9% 一年内的患病率是3.6% 可推算全国抑郁症患者接近1亿人 他认为,人的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 还包括心理健康 不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风险 差不多也会高30%以上 也就是说有心理家的人出现躯体疾病的风险 也是比普通人高的 杨福德介绍,抑郁症的成因有很多方面 其中,患者自我要求较高 心理压力大是很重要的原因 他强调,对待抑郁症需要早发现 早干预,早治疗 那么,如何对抑郁症进行体检筛查呢? 杨福德表示,抑郁症的检查 要通过一系列量表来完成 对于抑郁症的预防 指出,除了需要注意遗传等因素 还需要学会释放压力 建立健全人格 杨福德提醒,如果出现心态消极 食欲减退 入睡困难 体重急剧下降 躯体无故疼痛等症状 可能是抑郁症的表现 需要及时前往医院 进行专业医学评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福德提醒